大家好,我是造车醒故意 今天教大家折一款折法简单 但是很好玩的回旋直飞机 保重你们都能学会 我们来飞一下 这架直飞机长得很有特点啊 它的造型非常的方 机翼特别的大 造型看似比较普通 但其实它也是一架特别出名的直飞机 曾经创造了四次世界纪录 不断刷新自己的场地 属于滞空时间比较久的那种 但是今天我们把它做成回旋硬直飞机 让它更好玩一些 建议你们都来试试 好,下面我们开始来折 我们还是先拿出一张熟悉的A4牛皮纸 先左右对折 把右上角向左边折 让它和左边对齐 下面这里大概留出一厘米的宽度 这样就确定出了一条唯一的直线 翻到另外一侧 同样的折法 这次就可以直接和下面几条边对齐了 整体打开 过上面这两个角的遮擦点 做一条水平的折痕 把它线下折一次 然后再以这个为宽度 连续线下折7次 一般每折两次之后 这里就会鼓起来 我们把它这样先下滤平 滤到后面这里的时候 之前留的部分就会变窄一些 这里最后剩多少不用管 就正常把它滤平就可以了 整体这样向后左右对折 翅膀这里地齐 下面这里折出飞机的手柄 如果想折制空型的 在空中飞得久一点 可以折一条平行的线 如果想折回旋型的 就让后面比前面稍微高一点 把下面这条斜边这样向上折 新的折痕和上面这个是平行线 翻到反面 同样的折法 打开 稍微整理一下 这样基本的造型已经整好了 我们在后面起一个生姜舵 让它更容易回旋 尾部这里轻轻翘起 翘得越高 它回旋的程度越大 如果你折的是滞空型的 就不要把它翘得特别高 注意保持平衡 我们再来飞一下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刀车醒故意 只做有意思的折制 帅行的 同样 customer 去的 去的 为项果